驾驶超级电巨人摩托的电刺 举开地狱时刻的触手放肆奔驰 还得意的感叹自己真强 竟然还有这种帅气的能力 坐在后座的招则大声告诉电刺 假电巨人说 只要能逃离那些触手就能获救 你怎么能信假货说的话呀 因为他帮助过我们啊 电刺与招对话之际 地狱时刻的触手已经遮蔽了天空 并在锁定目标后向二人袭来 结果还是被超级电巨人摩托举的七零八落 见触手奈何不了二人 地狱时刻发动新能力 将自己的身体转移到了其中一根触手上 回动变成锤子的胳膊 向电刺和招砸去 尽管这一击未能命中 但还是令电刺感到有些棘手 面对穷追不舍的地狱时刻 电刺不心抱怨 这家伙到底是个什么恶魔 招则在此时看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幕 一栋漂浮而起的大楼出现在了眼前 显然 下落恶魔追来了 伴随着下落恶魔一声令下 大楼瞬间砸落 电刺和招只好驾驶着超级电巨人摩托 狼狼狈的在废墟中奔驰 一路艰难的颠簸过后 二人终于从废墟中逃脱 但等待他们的 却是地狱时刻的深渊巨口 字幕志愿者 杨茵力道